朋友们好,我是瘦了42斤的天心妈 我是剪掉大肚男的天心妈 我老公剪掉大肚男已经快一年了 自己也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 虽然时间快一年了 但是有一天呢,吃芹菜,牛肉 一天呢,就掉秤2.9斤 当时那个惊喜啊,至今呢,还没有忘记 后来我的很多粉丝朋友也是这么吃的 掉秤呢,也都很好 今天我就把这最掉秤的三餐食谱 带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朋友们如果你想剪掉大肚男 你还想剪掉大肚男之后不反弹 你就留在天心妈的剪子频道 就关注我吧 我的剪子频道不仅每天有三餐的分享 只要是你在评论区报上你的身高体重 我就有一份免费的减肥食谱送给你 让大家能更快的学会剪子餐的搭配 同时希望收到减肥食谱的朋友 回到评论区每天跟我剪肥打卡 当你在剪剪剪的过程当中 遇到任何难题 我都会帮你的 视频的后面呢就是我们今天三餐的打卡 同时还有我老公减肥成功后的饮食 话不多说,来吧,上三餐 朋友们早餐好 我们的早餐呢很简单 主食呢是半根玉米 固体蛋白是一个鸡蛋 水蜜桃是我们膳食纤维的补充 怎么能少得了液体蛋白 250毫升的纯牛奶 加上5克的菊粉 2克的咖啡 提高代谢润肠通便的 朋友们我们的早餐呢 只要是做到有主食 有蛋白质 有塞色纤维 再加上10克的坚果 这就是合格的剪子早餐开饭 朋友们开始准备我们的午餐 哇 一锅的牛肉啊 土豆捞100克 就够我们的量了 操锅水的芹菜 剩余果 少许的蒜末 一定要放辣椒油的 少放一点吧 少许的味鸡鲜 再放点蚝油提提鲜 我们做节子餐一定不要咸了 饮食清淡是原则 主食呢我们就吃大米 和玉米做的二米饭 有蛋白质 有塞色纤维 有主食 就是合格的剪子午餐 再给朋友们看看 减肥成功后 我老公的饮食 一碗米饭 牛肉炖土豆 土豆在我们剪子期呢 它是主食 如果按照我们剪子餐的标准 我老公今天中午呢 主食就超标了 人家现在是完全恢复到 原来的饮食 减肥呢真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开始做晚餐了朋友们 我们先做一个无油煎蛋 盘里铺上保鲜膜 铺上生菜 放两片西红柿 我们的无油煎蛋 还是辣酱 然后呢 再放点生菜 我们给它包盐色一点 从中间切开 我相信这份煎子晚餐 符合我们的胃口 明天见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